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剛剛收到一宗相當突發的消息 在網上很多網民都是為之控動 根據多家本地媒體的報導所說 著名的藍絲李斯煙不幸先有 中年就56歲 究竟是因為解救那麼突然? 多家媒體也引述消息指出 就說遠方為他做了初步的武肺檢測 發現是呈陽性的反應 李斯煙的一生可謂相當傳奇 趁這個時間我們一起回顧一下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李斯煙其實就是藍絲的始祖 長年來講都是專注於公開地追擊反對派的頭面人物 當年就不是說有那麼多什麼藍絲KOL 或者甚至藍絲本身在政治上也不是那麼活躍 所以當時李斯煙就佔了藍絲板塊的一大塊 在2012年的時候他就暫露頭角了 當時他就有個花朵叫做中實糧粉 梁粉者就是梁振英粉絲士也 因為似乎無論CY說什麼都好 他都是贊同的 於是媒體幫他改了這個花名 以示他是梁振英的忠實支持者 當年他公開支持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而且他還曾經多次以家長的身份公開發言 又曾經以家長代表 香港家長聯會會長 和油尖旺區家長教師會會長的身份 來回應傳媒 就是表達支持國教科的意見 他還說對於有這麼多人走出來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是感到驚訝的 他就認為教育局是應該為教材的質素把關 以免學生遭到洗腦 似乎現在所有的教材 教科書 工作紙 都要拿去送審 不過他就再看不到 他當年所代表的香港家長聯會和油尖旺區家長教師會 就被外界質疑他的認受性不足 而且這兩個會既沒有社團的註冊 又沒有公司的註冊 而且立場又親中 代表學校的數目不足 於是乎有多區的家長教師會聯會 都和他這兩個會是劃清界線的 是說毫無關係 以免被人攻擊不中父居 事實上他當年聲稱所代表的那兩個聯會 往往出來開記者招待會 都是只有他一個人為主 最多都是多坐一兩個磅油 那些都不知道什麼人 好了 接著就去到2013年 當年就發生了一件事件 叫做林惠詩事件 事源在當年的7月 這個教師林惠詩 在旺角街頭的樹 是和警察發生了一些口頭上的衝突 當時有些市民 就把這個爭執的片段拍下 然後就放上網 於是這條片就在網絡上風傳 有些有心的藍絲 就發現到原來片段當中 說粗言衛語那位是做教師的 令到那些藍絲有位置入 其中一個當然是不少得李詩煙 他甚至乎曾經在8月初的時候 去到旺角的西洋菜街那裡 搞了一次的活動 跟人民力量那邊打對台 當年也搞得很熱鬧 不過李詩煙那邊當然是非常人少 因為當年的藍絲 真的在政治上不是那麼活躍 在當日的活動 李詩煙可以說是處於被群眾包圍的狀態 不過他也是習慣了 因為他一直以來都落於做藍絲的爛頭卒 去到後來 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就證實李詩煙是由他來聘用的 是擔任非全職顧問 而且是受薪職員 顧問範圍是什麼呢 就是就著教育政策來提供意見 所以梁美芬和李詩煙就是一憂之樂 他們兩個人的政治立場都很相似 包括就是支持國教 支持教材的審查 又或者是反佔中 反對同性戀等等 李詩煙在宗教方面也甚具這個特色 因為他曾經公開地支持這個 基督教的極保守組織名光社 而且兩者的關係還相當密切和友好 李詩煙當年經常在明光社的官方網站那裡 有一個專欄來發表社論 其實又不僅是說李詩煙 連梁美芬都自稱為虔誠的基督徒 兩個人經常去追擊人民力量的陳志全 我可以說是一單單 另外李詩煙曾經組織過多個藍絲組織 分別在13年10月的時候成立了正義聯盟 當時就說要用愛與關為反佔中 在14年7月的時候成立了撐警大聯盟 要聲援香港警察執法 這樣也未止 在14年10月的時候 他就成立了藍絲帶運動 連同正義聯盟和撐警大聯盟 即是全部都是他成立的分身組織 根本全部都是他 在尖沙咀中流對促的空地處 舉行了一次燭光集會 反對佔領行動和支持警方執法 大會聲稱有6千人參加 警察就說高峰期只有1千人 這樣就不知道有多少人 但是足以證明 李詩煙就是元祖的藍絲帶 在去年19年 那些藍絲所搞過的所有活動 喊過的口號 諸如此類 在他們身上所發生過的事情 根本上在1、2、1、3、1、4年 就已經在李詩煙身上 全部都是出現過的了 所以去年那些藍絲所做的事情 根本上就是在重複李詩煙 在6、7年前所做的事情而已 所以水平也不會超越得到李詩煙 李詩煙當年就是出格 除了說到政治立場以外 李詩煙本人也牽涉到很多爭議 其中一樣 他曾經被指是騙錢 騙財 在2014年撐警大遊行期間 至少有四人撲出來 說給李詩煙騙財要求還錢 其中一人還是前愛港之聲成員彭春我 他聲稱自己被李詩煙騙了20萬 而另一名中年女子也向媒體表示 是被李詩煙騙了10萬元 他還聲稱給了10萬元李詩煙去撐警 但是李詩煙跟別人說他沒有付 當然這件事到後期應該是不了了之 好了 2016年的時候 李詩煙曾經報名參加過新界東立法會選舉 當時他所得到的票數是2938票 連保證金都被沒收了 因為他是低票地落敗 好了 李詩煙當年在選舉論壇上 專門針對民主派的候選人 到底他的參選是爭取議席 還是在論壇上壓時間來攻擊反對派 這樣就不得而知了 他當年低票落敗 原來還有些首尾要跟 到了2018年10月的時候 李詩煙被廉政公署落案起訴一項罪名 就是說他在選舉當中作出了舞弊行為 怎樣舞弊呢 就說他涉嫌在2016年7月24日至11月8日期間 沒有遵循選舉條例的規定 處置9項合共22500元的匿名選舉捐款 是違反了法例的 後來李詩煙獲得律政司不提政公起訴 獲准是以2000元簽補行為18個月去了事 好了 這樣也未止 原來李詩煙又曾經被指控涉嫌規空公款22萬 沒有把款項傳入正義聯盟的戶口 不過李詩煙當然把所有的指控都否認了 這樣也未止 有關於那些錢債糾紛 他真的很多羅羅 包括他曾經被法院頒發破產令 去到1999年才解除了破產令 但其後他又曾經捲入過多宗的錢債糾紛當中 經常要出入小額錢債審財處 包括在2003年的時候 被萬眾電話追討電話費 在2006年的時候 被布藝公司追討已出售的貨物 在2002年和2012年都被入稟追討 支票不能夠兌現等等 總之他有很多這樣的案件 不過來到這一刻 都可以說是陳歸陳土歸土 要面對上帝的審判 當然判他去哪裡就沒有人知道 他在11月的時候 曾經在Facebook發過一條貼文 他跟周庭說了一句說話 他說天堂有路就你不走 地獄無門你自來 條路就自己選 當然就要接手 現在這一刻可以說是中了回歷錶了 是不是 唉 原來他在走之前的幾天 還曾經在Facebook上發表貼文 就是爺譽梁頌恆走老 和爺譽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 就說要他送中受審 實情真是何苦 人真是好發學 來到這一刻 他終於要夢主寵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